感谢天父! 哈利路亚! 我所说的,是关于怎样推动人有意义 从神、服侍神 能够知道走神的路是最好的 为什么我有这种力量、动力? 为什么我永远不想停止? 我会很想很想继续 有什么地方、有什么人可以帮助我 我就会愿意去做 然后神也给我开路 神为我开不同的路 很多不同的人找我 有些认识你们的都是神为我预备的 我继续有动力 我希望你们也是这样的 继续有动力 因为走神的路是很好的 非常宝贵的 这个第一个部分 是讲到亲近神、尊崇神、爱神 和侍奉神的祝福 这个是圣经应许的 我们就抓住这个应许 我们走神的路 神必定祝福 从我信耶稣开始 因为我去研究 然后才信耶稣的 我研究过 知道神,真的有神 我很肯定有神 我才全信的信靠神 当我知道神是很真实 我就很全信的传福音 帮助人的灵命 当时我去教会 所以我就想到 这些人到底是不是肯定信主 我是信来的人 但我去了教堂不久 我就说 这些人是不是肯定信耶稣 跟从耶稣呢 我就说 我就跟他们沟通 了解 我就很惊讶 发觉他们有些人 不是肯定是耶稣的 我是信来的人 但我发觉教堂里面有些人 不是肯定信耶稣的 我就找一些来 教会聚会 跟他们沟通 然后完了之后 我不走 然后我跟他们沟通 也跟他们 陪他们回家 在路上帮助他们 这个就是我出信主的时候 神已经给我这个心 我有这个动力 但当时我就是 圣灵给我的动力 但我现在从圣经明白 圣经很喜悦我们这样做 我现在我们看这些经文 就是很简单的 就解释一下 我们看到这个 就是亲近神 尊重神 爱神 事奉神的祝福 神必定喜悦的 以赛亚书这里说 神与心灵痛悔 欠别人同居 就是我们 我有罪 我得罪神 我想离开罪了 我想尊重神 神就很喜悦 神看着这个人 就会祝福这个人 其实我信的耶稣 我就是常常这样传福音 神就为我开路 给我很多机会读书 其实我的家庭是很贫穷的 我的爸爸常常赌博 有些时候我 后来在十几岁的时候 我做工 我买了一些东西 但我的爸爸会买 拿我的东西去 去当了 是不是 有没有什么事叫当了 然后去赌博 我就发现我的东西没有了 我是在这个家庭长大的 但神给我这个机会 有人告诉我 我可以为你安排 去外国读书 可以为我预备 然后我就有一个学习的社会 有两个硕士的社会 然后很多机会学习 这是神为我预备的 我们爱神 每个不同的 你们预见的机会不同的 但我们能够善用我们的机会 就可以很大的发展 例如我学习弹琴 我就是跟老师学很短的时间 当我继续练习练习 神就教导我 我有这个心 要使用这个 在敬拜 赞美 神就使用 我唱歌也是 你留意当时 当刚才我没有用这个 没有这个麦 这是声音 你们都可以听到 这个就是 共鸣的声音 也可以 我可以告诉你们 怎样练习的 我就说 神看到我们痛悔 祂就很喜悦 祂就会与我们同居 我们现在都是 每个经文很简单的解释 然后第二 这是诚心求告祂的 祂就与我们相敬 刚才你们吃饭 说很多话都是很宝贵很重要 但我告诉你们我在做什么 我一边吃 神真美好 我在祷告 我的眼睛打开 我有些手说话 但我的心 神真美好 我是常常这个状态 常常我的心与神是相联的 因为我知道神里面有很美善的 所有的福气 圣经说什么呢? 罗马书8章32节 神既不爱惜祂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舍了 岂不也把万物和祂一同赐给我们 所以所有你需要的 神给我各样的恩赐、机会、语言 我的英语很好 我的普通话也是我 二十年之前学的 我已经年纪大了 然后我才学习普通话 神给我学的每一样都学的好 这是神给我聪明智慧 也给我力量 所以你的心说 我诚心求告以后 神就与我相敬 我整天都是这样 我不要任何事情拦住我 与神的关系 然后 一换福音14章23节 就是 人爱神的话 爱耶稣的话 遵守祂的道 天父也必爱祂 他们要去祂那里 与祂同住 祂就与我们同住 祂就住在我们中间 我曾经 刚才我带领你们敬拜 我告诉你 我曾经有些祷告 因为这些人很投入 而且是一大群人 当我说话的时候 他们有些人已经感受圣灵的能力 当我们祷告 有些人站着很远的地方 也感受力量 这是神的同在 我感谢神 不是我的好 我是说你们都可以的 每一个都可以 你们每一个都可以被神大大使用 所以神与你同在 神就与祂同住 这是很大的恩典 然后四篇三十七篇四节 又要以一盒为乐 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真的我所求的 我所求的是什么呢 我所求就是更多机会祝福更多人 我所求的就是神给我力量 给我健康 我可以祝福更多人 我不是会追求自己的东西 但神给我的 是超越我所求所想的 现在我有一个机构 就是复兴宣教施贡 这个施贡 其实一小群人支持这个施贡 但这个施贡的供应 能够祝福我去十五个国家 宣教去过很多次 也帮助很多教会 帮助很多 现在帮助很多非洲的地方 他们买这个手机 可以上网 可以看我的训练 我就给他们训练 这些是神供应我们 可以供应别人 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些的 是神开路的 所以你们有这个心的话 你们的生命可以大大的提升 每一方面 每一方面都提升 其实我也说一点 你听我说话的时候 这个共鸣的声音 也是我学这个唱歌的时候 你听这个声音是共鸣的声音 我可以教导 这个老师告诉我 这个是很难学的 有些人学了很长的时间 也不能学到 我学了之后 我就用来讲道 然后你听我说话的时候 很有力量 而且有高音低音 有快有慢有感情 人听的时候就容易明白 这个就是恩赐 神也可以给你的 我就说 我所说的不是我好 我是说神好 神也要使用你们每一个 每一个都可以进入高度的 被神祝福 但为什么很多人 不能高度的祝福 就是三方面 一方面 与神关系不好 第二方面 很多罪 很多软弱 很多烦恼 很多情绪 第三 没有心去服侍神 他们的心不去放在神 所以这三方面 第一 与神有亲密的关系 任何时间 我坐在圈上来的时候 啊 耶稣 我这样说 我整个人都感受神的同在 我就知道你们能不能够这样做 你多做你就能够 我随时 啊 我里面就充满喜乐 我真的说 神啊 你真好 真好 这个亲密的关系给我力量 要给我智慧 然后处理生命 我不要让任何人影响 任何负面的人 我都不被他影响 然后我就全面性的 目标就放在神身上 这样神就喜悦 神就将你所求的就赐给你 然后以赛数五十八章十四节 神就叫你成家地的高处 叫你进入高度的恩典 其实在我来说 我的家庭出生是这么贫穷 我的家庭常常吵架 我读书的时候是怎么样呢 我的家人在打麻将 我一边考这个公开试 他们在一边打麻将 他们都不理会我读书做什么 都不理会 但这个情况还是为我预备 所以我鼓励你们 以神为乐 更从神 尊重神将生命献给主 你的生命就永远不同 尤其是当你年轻的时候 但有人说 我已经年纪大了 怎么办呢 其实我有很多东西 都是年纪大才识的 普通话也是我年纪大 这是当时五十岁 我才学普通话了 这个就是 我愿意去服侍 我就有这个心了 然后 跟林多前书 二章九节 你就听到我说了 神为你预备 你想不想 想又想不到的恩典 这是说什么呢 有些时候我们安排我们的道路 我要做什么 我要做什么 但神的计划在西篇一百三十九篇十六节 一百三十九篇十六节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于日 你都写在你的册上 神已经写在天上他的计划 为你预备的计划 为你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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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的去 非常美好 但为什么很多人不能进入这个计划呢 因为罗马书十二章一句二节 将身体线上当作活计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心意更新而变化 就能够查验神的善良 成全可喜悦的旨意 但很多人没有将身体线上 他们的身体去玩手机 去喝酒 去享受 心意没有更新 跟从世界 他们就不能进入这个计划 有一天我们去到天堂 神说 我为你预备这么大的恩典 这么大的计划 你就去走到这么小的计划 整天都说我不开心 整天都说我有烦恼 整天都说我很多困难 很多困难 其实我也有困难 但我深信任何困难 不能拦住神的帮助 所以我任何困难 我都说神必有开路 有些时候我被人说一些 负面的话 攻击 我就说神必定祝福 不要理会 有困难 我说神必定为我开路 神就为我开路 这样的话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相信神的计划是最美好 没有人能够拦住神的计划 没有人能够拦住 只有我可以 我可以 我不听话 我就拦住神的计划 但我听话的话 我现在七十二岁 我觉得我最后这十年 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十年 但将来会更好 为什么我这样说了 我这十年 神给我很多教导 是我以前没有的 其实我在1998年 经历圣灵充满 已经二十五年 起初我没有这么多好的教导 但我后来越来越亲近神 神就越教导 这十年 我有很多教导 怎样轻松得圣 轻松享受神 做什么事情 神都尊重神 神都喜悦 所以我可以开心亲近神 开心尊重神 开心服侍神 这种教导我以前没有 以前我也服侍的时候 很多压力 是人给我的 但我这十年学到 不要紧 不需要被人影响 神有奇妙的计划 我就发觉 这十年我进步很快 我相信我以后 我生命中最会亡的时间 是在我已经联系很大的时候 我感谢神 给我这个机会 感谢天父 然后马太六章三十三节 你们要献出祂的国 祂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嫁给你们了 献出祂的国 什么意思呢 很想人进入天国 带人 人进入天国 第二 天国在哪里呢 天国 是你 在谁的心里呢 我的 在听神的话的人是你 有些基督徒去教堂 当他们回家去打麻将 回家去骂人 吵架 烦恼 神的天国 是不是充满祂的心灵呢 不是 世界充满祂的心灵 所以祂不是求神的国 祂没有彰显神的荣耀 我们怎样能够赞神的荣耀 耶稣说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祂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神在哪里 哪里就有果子 神的同在 所以我整天扎美主 哈利路亚 我就是喜欢神 喜欢神 神的同在就强烈 祂就给我教导 祂不停给我教导 真的 常常给我新的教导 也给我新的方法去教导 所以我希望你们都求神的国 住在你的里面 我们奖显神的荣耀 就能够带人信住 不但是我信耶稣 不但是我头脑信耶稣 是我活在神的国度里面 我希望你们学到我的一方面内容 也学到我的讲道的方法 我的讲道的放松 轻松 喜乐 也有神的带领 其实我讲的时候 我觉得是圣灵带领我的 我就是继续去讲 我希望你们都能够有这个情况 我起初在牧师的时候 有人告诉我 牧师啊 你在讲道之前 你好像反应很慢的 好像在深深地细想什么 当时为什么呢 我在细想这个讲道 怎么从第一点到第二点 第二点到第三点 我就不停地想 但我现在预备讲道之前 阿里路亚 神很美善 很多恩典 我就要讲出来 这样就流出来了 所以我希望你们都是这样 神常常在你心中流露出来 常常有神的爱 神的同在 献求祂的国 真的想人信耶稣 我在路上来的时候 地史上也向这个人传福音 我每一次做地史 我都传福音 我去到什么地方 什么情况 见到什么人 我都传福音 如果是信耶稣的话 我就建立他们的灵命 与神的关系 这个就是神给我的动力 好了 我们现在跳一跳 然后 约翰12章26节 我在哪里 服侍我人也要在哪里 那里 若有人服侍我 我父必尊重他 这时候我们 你抓住 我们服侍神 天父必尊重我们 尊重什么意思呢 你看看我啊 耶稣见到你会怎么样呢 他会说 你是很宝贵的人 他尊重我们 我告诉你 有两个人 我为他们祷告 他们后来上天堂 他们祷告 多次了上天堂 有一个人上天堂 他见到他的生命册 这个生命册上 有他以前的生活 是动画 他看到他的动画 以前的生活 然后旁边有神写的字 神说我看到你的痛苦 我的心非常的挂念你 我很想祝福你 他看到这个生命册 另外一次他看到赏赐 记录册 耶稣让他看到他的赏赐 记录册 就是记录他所有为神做的 然后他看到很开心 但这个人是因为我为他祷告 然后他的生命改变 他就说我想看一看叶牧师的赏赐 基录册录册 耶稣就说好了 吩咐天使去拿过来 天使拿过来 这本赏赐 主录册是厚的 而且是报近的 上来写着 我的爱子 然后我的名字 我告诉你 我听的时候我真的说 神啊我不配 是祢的恩典 是祢赐给我 是祢改变我的生命 我以前也不是这样的 是祢更新我改变我 我真的很感恩 我不是说我配的 我不配不配的 我真的说不配 我真的很多曾经有软弱的地方 犯罪的地方 但神改变我 然后我愿意回应神就很喜悦 我就看到神这样喜悦 其实有不同的人都跟我说 我上个月去到外国 我在一个大的聚会 有一人走过来 他说 其实我说这些 我去见顾你们 让你们知道神看到你所做的 这人走过来 他对我说 我昨天见到你 我见到神的荣耀在你身上 然后他一边说 他一边就哭了 一边就哭 然后就说 有一次耶稣跟我说话 以后我见到有些人 他们有神的同在 我就见到神的荣耀 然后我见到你 你是第一个男性 因为其他是女性 因为女性比较开放 男性比较不能这样投入 他就说 你是第一个男性 我见到你就看到神的荣光在你身上 我听到说 神啊 真的 我是不配 但你这样欣赏我们 我真的感激你 我希望你们都记得 你爱神 你尊重神 神很欣赏的 祂尊重你 祂就会对你说 我尊重你 你虽然宝贵 你没有想到耶稣 说 你虽然宝贵的 你是我喜爱的 如果神很喜爱你 你觉得你的前路会是怎么样 必定越来越高声 是不是 神必定提升你 不要看自己的限制 不要说我读书不够多 我联系大 不要说这些 你有这个心 你任何时间都可以提升 拦阻是什么 这是我们有没有与神有好的关系 或者是我的罪 我们的罪 我们的软窩 我们的情绪 实际上我会讲怎样处理的 好的 所以这里就是简单的 说出爱神 尊重神 神给我们的祝福 然后第十个经文 马拉基书3章16节 这个经文很好的 我们一起读好不好 那时 尽为耶和娃的比起谈论 耶和尺而听 且要尽量尺在他面前 记录尽会耶和娃 信念他名人 我看这个经文非常地感动 为什么呢 你们有没有看到什么原因 我会很感动 当敬畏耶和娃比起谈论 当然谈论是谈论神的事情 神怎么样 侧耳听 他就说我要听他说什么 但其实我们所说的 在神的眼中 就好像幼稚圆 幼稚圆的小孩子 所说的话 是不是 在神来说 神的机会是极高的 我们的机会是很小很小 但神看到 神也喜悦 神会说 我要听他说什么 你有没有看到神这个心 我有一个教导 就是神属性讲道法和查经法 讲出神的属性 在这个经文 我们看到神什么属性 什么本性 他看到任何爱神的人所做的 他就很留意 他就会集中去听 他就会回应 他就会祝福 这个是神非常美好的心情 当你读书的时候 我问你一下 你想象一下 当你小的时候 你读书 读书不好 父母说 你要读书读书 然后你进步了 你进步了些少 父母会这样说 是不是说 你进步些少很好 但有些父母是这样说 你还是六十分 七十分 你还有很远的路 我要你有一百分 你还是很远很远 是不是很多父母 都是这样说话 他们都说 你做得不够好 如果神这样说的话 他会说 每个都做得不够好 但神不是这样的 神说 你一杯凉水 都不能不得赏赐 是不是很好 这是你做什么 遵从神 神就留意 你说什么话 去荣耀神 神就侧耳而听 而且是怎么样 后面说什么 记录在生命册 这个记录册 所以你说的话 你刚才怎样分享 你怎样教导孩子 神都放在记录册上 这个是记录册 这个是记录册 生命册是记录我们得救 这个记录册 就好像我刚才所说的 赏赐记录册 这记录册 就是记录 所有我们所做的 可能是一本 可能是两本 我不知道 可能是生命册 就记录所有 但可能有另外一本 就是记录册 所以你 刚才怎样鼓励人 你怎样用心学习 神就记录 这个心情是不是很美好 你的父母有没有这样 你今天有读书了 非常乖 我欣赏你 普通人很多学习是这样的 他们纪念你做的不好的地方 是不是 所以我读圣经 神啊 这个就是神教导我 你真好 我们有做的不好 悔改 你就马上放手 然后我做的好 你就纪念 你就祝福 你就提升 是不是 这就给我们动力 神是凡事祝福的 所以 我刚才说 我的太太对我很好 但我的太太对我的祝福 其实很大 但远远不如 不如神的祝福 神的祝福是很大 所以我讨 神的喜悦 神很喜欢 我讨 太太的喜悦 神也喜欢 我令太太很开心 我每一天都令她很开心的 我每一天都让她知道 我很爱你 我很看中你是很宝贵的 你做的都是很美好的 你很可爱的 我都是常常对她这样说的 所以她很开心 我们的婚姻很开心 神也喜悦 因为我看中我的婚姻 这样的话 神就放在记录 这个纪念册里 感谢神 是不是很好啊 当你看到神 这么美好 你会不会喜欢祂 我很喜欢祂 我喜欢祂 比我喜欢刚才的食物更大 我喜欢刚才的食物 谢谢你们 你们预备的食物非常好 感谢耶稣 我感谢 我也欣赏这些鱼啊 这个味道 这个感受 我很欣赏 是神创造这个味道 这个质感 这个鱼的质感 这个所有的食物 哈利路亚 我就很喜欢 我希望你听我讲到的时候 听到的时候 哇 神真好啊 神的工作都很美好 所以有些时候 我想到神我会怎么样 我真的会哭 哈 神啊你真好 哈 哈 哈 我想到耶稣就可以哭 为什么呢 我想到神这么美好 哈 这么美上 全世界都找不到 所以我的心说 啊 神真美好 神就这么多的恩典 我们爱神 这些恩典就临到我们身上 所以我就全心全意地 将生命献上 我希望你们都是这样 而且当你们 整个生命都 充满神的恩典 你说话 你的口出恩言 你的口出来的都是恩言 人听了之后 就受感动 是不是很好啊 感谢天父 所以我希望你们学到 不单是我的祷告 我是神赐的 不是我的 是神给我的 我的教导 而且我的教导的方法 我感受圣灵的方法 我感恩的方法 我感激神 我回应神的 每一方面 我都希望你们都是这样 你就蒙福了 我希望我上去来的时候 你说 我上去听你说的话 我就继续去爱神 我现在有很多福气 我要告诉你 我希望你们都是这样 好的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得益处 万事包括什么呢 包括顺利的事情 包括或不顺利的事情 那怎样 怎样叫我们得益处呢 因为神会做工 顺利的事情的时候 神提升你的生命 神提升我们的教导 我们的属灵的能力 提升这方面 困难的时候 我曾经被人 攻击很多次 批评很多次 但这个批评的时候 我就学习怎么样了 我起初做牧师 有同工批评 因为他们有他们的要求 他希望我能够 马上做到他们做的 我没有做到 他就批评 然后我的心 觉得很大的压力 但神感动我 当时我做什么了 我就开始这个习惯 我在洗澡 我在刷牙 我在洗碗 我在走路 就开始唱诗歌 唱 有些诗歌是我从诗篇拿出来的 你在我身上的身上 你在我前后 挽扰我 安守在我身上 你永远前辈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我赞美你 我赞美你 我的心平安安静 好想断过奶的孩子 在他母亲的怀中 我的心 我的心平安安静 我在这个困难的时候 我就习惯这种 常常唱诗歌 我唱的时候就很平安 我就进入另外一个境界 就很平安 很轻松 后来我经历圣灵充满 1998年这个步道 这样为我安守 我马上经历很大的爱 很大的能力 我就说 神啊你真好 你真好 我就用很多时间祷告 所以这个困难 其实提升我的灵命 帮助我倚靠神 比以前更强烈 帮助我知道我没有用 因为我被人批评 就没有力量 我需要倚靠神才有力量 所以我就知道 不是靠我 是靠神 所以这个事情就叫 谁得益处 看看这个经文 谁 是不是所有基督徒 都得益处 爱神的人 有些人说 为什么信任耶稣 还是很多麻烦 家庭吵架 为什么很多很多困难 因为他们没有爱神 神的益处 没有临到他们身上 他们常常吵架 很多信任耶稣都是这样的 都去批评人 都去看 人对我不好 我不开心 他骂我不开心 没有人对我好 常常都去看不好的 其实我们有两个选择 我们可以选择看不好的东西 你可以整天哭 我可以看神的恩典 也可以看人对我好的地方 你们为我们预备的午餐 我感谢神 你们对我的接纳 我感谢神 我就喜悦 这些我都领受 是礼物 我来到这里很开心 好像家庭一样 我很开心 这是礼物 是不是 所以我领受神的礼物 我想着神的礼物 我想着人的礼物 人的问题 我就放手 我就处理 不要紧 我不会死掉的 他不能 抢夺我的恩典的 我就放手 这样的话 我就整天 都是想着恩典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整天都喜乐 整天都想受神 哈利路亚 十二个经文 以赛书 所以刚才我再说一句 不是所有信主人逼得益处 很多人信耶稣 医生很痛苦 家庭很痛苦 要吵架 他们说我的老公不好 怎么办呢 老公不好 还是以善生恶 才是得胜的方法 如果老公不好 很多时候 有些 因为找我帮助 很多时候是姐妹 他们说 我的老公不好 我很不开心 我听到 我知道你很痛苦 我知道你很辛苦 那我想问你一下 当他对你不好的时候 你怎样反应 你怎样对他说话 他说 都有些脾气的 有些情绪的 我就说 你有脾气 你有情绪 他会怎么样 他有情绪 你有情绪 然后你有情绪 他有更大的情绪 这样的话 家庭就破裂了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他们说 我太苦了 我的生命都是苦 都是人对我不好 我们用世人的方法 必定更苦 用神的方法 神的方法是什么呢 诗篇118篇6节 118篇6节 有耶和帮助我 我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 没有人能够伤害我 所以不要紧 不要紧 人对我怎么样 不要紧 放手 有人 有些时候 有些人不好 有些人说一些不好的话 我马上说 马上处理 我也会不开心的 我会不开心 但我马上放手 不要紧 因为他没有耶稣 或者是他有耶稣 但没有跟从耶稣 不要紧 不要紧 我不会死掉的 神有很多恩典 我是王子 神的王子 所以我就平安喜乐 所以爱神的人才蒙福 有些人不爱神 家庭破裂 工作不好 友谊有困难 语言关系不好 情绪不好 整个生命都不好 你有没有见过 这样的基督徒 通常都是因为 他们不懂得 怎样爱神 爱人 处理生命 有些人 他们懂得祷告 他们祷告很迫切 耶稣求你帮助 求你帮助 求你 Let me Let me 但见到人的时候 就有脾气 他们对神 很好 祷告 但对神没有信心 因为他们觉得 神不用帮助他们 所以他们就是祈求 神来帮助我帮助我 但他们祷告很多 但没有很大的力量 因为不是出于信心的祷告 他们就说 神啊 我需要你 你快快地帮助我了 我需要你 我很苦啊 这样是没有信心 怎样是有信心啊 神你已经看顾我的 人骂我不要紧的 你必定保守我 必定祝福我 我不被他影响 你就喜悦 我祷告每次你都喜悦 哈利路亚 我就可以开心 这样是有信心 我相信 我尽尽神 神必定喜悦 我尽从神 神必定喜悦 所以我不会说 神啊 我很苦啊 有人说 辛苦你了 因为是 我说 幸福我了 幸福我了 不是辛苦我 不是辛苦啊 我不辛苦 我是幸福 很幸福 这是我是觉得 整天都是幸福 因为 爱神 所有都是有益处 是不是 所以你的家庭可能不好 但 你的家庭困难 令你更依靠神 是不是 更抓住神 更享受神 哈利路亚 以撒书46章3节 我很喜悦的 一起读啊 你们自从盛夏 就吻我宝宝 自从出胎 便吻我怀差 直到你们连老 我仍这样 直到你们发白 我仍怀差 我一照做 也必宝宝 我必宝宝 也必拯救 你再看看这个经文 自从我们出生 就蒙神 蒙神宝宝 到我们发白 还需怀差 还需怀抱 还需拯救 所以我们无论 怎样强壮 还是神在宝宝我 所以我很多时候 我唱 主耶稣 拥抱我 主耶稣 拥抱我 就是 耶稣真的拥抱我们 这个 我们就看到 神是怎样 看顾我们的 但很多基督徒 为什么很软弱 是因为他们 依靠用人的方法 去骂人 去吵架 争取自己的利益 不是用神的方法 神的方法是怎么样 我依靠神 神就祝福 神就帮助 所以我可以很轻松 我依靠神 神就很喜悦 神在宝宝我 哈利路亚 所以我有些诗歌 都是讲到 耶稣 宝宝我们的 耶稣 在我右边 在我心中 耶稣 拥抱我 这是 常常都是 耶稣拥抱我们的 哈利路亚 西方耶稣 书上这十七节 他在你中间 避意你欢心喜乐 莫然爱你 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这个经文告诉我们 神这么充满感情 我想问你 这个世界上 有多少人 见到你会欢呼的 有没有啊 有没有人 见到你会欢呼的 爱神的人 爱神的人就爱 父母 爱夫妻 爱孩子 这样的话 我们就想到 平常人很少会欢呼 但神 很认 觉得去教堂 是这样的 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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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以为 来到神面前 必定是很严肃的 但这里经文说什么 他喜乐而欢呼 神在天上 是这样的 你一边诈美神 哈 呜呜呜呜 如果有人在 教会里面 哇 神这么好 哇 你说 请你安静一些 一些 太激动了 但神是这么激动 是不是很奇妙 所以我们就看到 我们的神 是很喜欢我们亲近的 但很多基督徒不知道 没有想到 知道也没有享受 我们可以享受的 有些人去过天堂 然后回来 他们说 见到耶稣 这种 他充满 慰言 但同时充满爱 充满接纳 他看着耶稣 就好像 整人被融化 耶稣 就是这样充满爱 祂是这样充满喜乐 所以我鼓励人 听见神的时候 可以很开心 为什么呢 祂会问一你 喜乐 而欢呼 你就说 神这样喜欢 我也可以喜欢 我也可以欢呼 哈哈 所以我们可以 与神的关系 这样喜乐 喜乐怎样来呢 因为神先喜乐 神是喜乐而欢呼 所以我也喜乐 但很多基督徒服势 人都不听话 很苦 看着困难就很苦 侍奉神的应该怎么样了 整天从神得利 我听见神 神就喜乐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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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喜乐 因为神说祂喜乐 祂说祂喜乐 为什么我不喜乐呢 祂喜乐 我也喜乐 这样的话 我们就充满喜乐 但不许加骂 我真的在神面前说 神啊 我犯过很多罪 我曾经很多软弱 是祢改变我 是祢改变我 这是我信了耶稣之后 还是犯过很多罪 这是我做了牧师之后 还是犯了很多罪 但祢饶恕我 然后改变我 是祢的恩典 我真的真心这样相信 不是我好 是神好 是神改变我 我曾经犯过很多罪 神饶恕我是很大的恩典 所以我极度地感谢神 但这种心态 我经认神 神必定喜悦 我服侍神 神很喜悦 这样的话 我们整天服侍神 就很喜悦 你这样喜乐 随风神 周围的人就喜乐 我们有压力 你说 很多人这样说 你做得不够好 你没有祷告 你没有听话 你犯罪 你没有用 你这个人 在教堂里面 真是羞辱 这种话 不是耶稣说话的方法 耶稣告诉他们 你们是小心人 但后来他说什么 跟着他说什么 你们有信心 像一粒这种 也能够遗伤 这是说 耶稣不是说 你没有信心 你真的没有用 彼得你要否认我上次 你真的没有用 耶稣说什么 我已经为你祷告 就你不至于 失了信心 你回头以后 要见过你的弟兄 耶稣永远说话 都是鼓励人 除非这些人不悔改 他就责备 就好像法利赛人 但当他们悔改 耶稣永远去接受 他对门徒说话 有些人说 我常常 有些人传道 是常常骂人的 他说 耶稣有骂法利赛人 但我问他们 耶稣 有没有骂门徒呢 耶稣有没有说 你们没有用啊 你们做不到什么好事啊 虽然他指着 他们没有信心 但他马上说 你有信心 像一粒这种 能够遗伤 所以耶稣 虽然指出他们的罪 但马上说 你们悔改 天上要为你欢喜 所以耶稣说 不是说看到我们的不好 我们什么地方 尊重神 神就喜悦 这样的话 我们就 侍奉就喜乐 你侍奉喜乐 每个人都喜乐 是不是 你现在有没有喜乐 有没有开心一点 比你来的时候 有没有开心一点 因为神的话语 是这么充满喜乐 是不是 但太多人讲道的时候 都是自己的愤怒 走出来了 因为他家庭有愤怒 他处理生命有愤怒 别人伤害有愤怒 所以生愤怒就走出来 但如果我处理好了 不要紧 我不会死掉的 神必定保守 这样的话 我们内心就充满喜乐平安 充满力量 就享受神 享受人 我也享受你们 与你们一起的 我享受的 我真的享受的 我很开心的 我来到了这里 很开心的 我不是觉得很重担的 这样的话 周围都很开心 是不是 这样做人好不好 做基督徒 做世奉好不好 难不难呢 其实不难 这是思想改变就可以了 思想改变 不是我要做了什么好 所以我尽力做神就喜悦 而且别人做什么地方好 马上欣赏 马上鼓励 也用恩典鼓励 其实我会讲到 怎样用恩典鼓励的 其实我讲 然后 耶和华 诗篇147篇11节 耶和华喜爱 敬畏他 和盼望他 此爱的人 敬畏 敬畏神不敢犯罪 我不敢犯罪 虽然我说 我做什么小事 一杯凉水 神都喜悦 但不代表 我可以随意犯罪 因为犯罪必有破坏性 而且盼望他此爱 我也相信他的慈爱 所以我整天都活在 他的慈爱里 我整天都保得 他的慈爱 好像我们一生一世 患乎喜乐 整天享受神的爱 然后用心灵程序 去拜他 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其实原文 这个要去寻找 神去寻找 这样拜他的人 你用心灵和程序 敬拜他找这样的人 他看到你这样 用心灵敬拜 他就喊喜悦 我经历圣灵充满 后来经历神的喜乐 那一天我回家的路上 还去一边祷告 哈利路亚 就去爱慕神 喜乐就充满哈利路亚 但我没有笑出来 我回到家就 哈 我每一天都是这样 用心灵敬拜 每一次祷告 神都与我同在 我现在 神的耶稣马上就来 神就马上来 所以我希望你们都是这样 这样 是不是这是经文教导的时候 我同时告诉你做什么 但没有给你压力 是不是 是 是告诉你一条 很平安 轻松 很容易的路 有些人说 他的路是难的 圣经说什么呢 这个通到天的一个门 这个门 是窄的 没有说难的 耶稣说 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胆子是清神的 他说第二条路是窄的 进去也小 有些人听到 就以为是难的 他没有说是难的 是小人去的 不难的 为什么难呢 因为人用自己的方法 用人的方法 用自己的要求 我要 我要长到长得怎么样 我要帮助人 我要 我的小组有多少人 我要教会有多少人 这个是人的方法 但如果说 我荣耀神就可以了 我荣耀神 常常说出神的美善 常常常然神的美善 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很轻松了 哈雷路亚 哈哈哈哈 你可不可以 放在记忆里 刚才我所告诉你的 其实我有录音 有机会 我也可以给你们的 用电脑 可能可以给你们 就可以了 你们放在电脑 你可以再听 你续续你讲圣经的时候 也许令人觉得很 平安 轻松 喜乐 然后我现在 想讲一点 就是 讨神的喜悦不难 所以我们就可以 整天喜乐 更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